那要怎麼樣讓他 像這個地方你要刪除 然後一個新增 一個一個下載 OK 可是問題是他一直閃動 如果你下載的資料太多的話 可能會閃很久 還閃不完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閃完 那這樣的話 使用者或者你自己會覺得 奇怪到底 好了沒啊 所以如果說能夠有一個狀態條 他可以讓你知道跑到哪邊 那你也比較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心理準備吧 如果跑實在很久沒關係 你看看一下 到底還要跑多久 至少反正就等一下沒關係 讓他畫面 能夠先停 所以你這邊可以用一個 我用一個那個狀態條 那做法上面這樣子 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看他跑跑跑跑 跑完了 停掉了 也完成了 其實把它先刪掉 但是他現在 底下不會更新 最後才會更新 為什麼 因為我把那個screen updating關掉 不然他會一直閃一直閃 閃不停 閃不停感覺好像那個 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screen updating關掉 最後再把它打開 就完成 那這個怎麼做 基本上的話呢 大概分成幾個 幾個動作來做 第一個 一樣要做什麼 先 做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裡面呢 很簡單 只有放一個什麼 一個label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一個label 裡面的話呢 我去動態改變什麼 動態改變他的寬度 是多少 OK 那怎麼做 一 先在那個visual basic 裡面 先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 所謂的制定表單 制定表單的話呢 我的習慣 先把它看 不過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第一個名稱 把它改成叫home好了 name名稱叫home 當然這個地方如果你不改home 你將來 自己要改一下名稱 如果你改別的名稱 反正你將來就用那個名稱呼叫他 第一個 第二的話 他的caption 這個上面的這個名稱 他叫user phone 2 我把它改一下 在caption屬性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也許叫做什麼呢 下載進度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有下載進度 好那這樣的話呢 表單先大概改一個name跟改caption 大概就完成 接下來請你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 那做什麼呢 在中間呢 增加一個狀態條 狀態條請各位注意啊 請你用什麼呢 用這個label 大a這個 請你在這邊呢拖拉一個 大概四度的長度 那請你改幾個地方 一 他這個label的名稱 叫做pb Enter一下 OK 那相關的畫面 其實你也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那個 在這邊 有沒有 home 然後這個狀態條 一 二 三三個地方喔 第二個是顏色 顏色是back color 改一個調色盤 紅色 然後caption這裡面的東西把它刪掉 delete掉 Enter 所謂的caption是裡面的字啦 如果多一個label1 不好看 那再來的話呢把它的 Wiss Wiss的寬度有沒有 把它改成400 Enter 那這個400 不是絕對啦 我是大概抓一個 因為你現在400的話 將來 這個地方也拉一下 大小大概拉一下 好 完成了 應該可以知道吧 我大概簡單做一下 那裡面的相關的設定 就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它現在就一條 不會變動 所以呢 你要什麼時候去變動它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一 先做完 二的話呢 請你在那個 User Phone的空白處 可以拉快一點啦 空白處點兩下 把它改成叫做Active 當它被Active的時候 就啟動的時候做什麼 做剛剛 那個我們下載什麼呢 就是 P字新增 工作表 這一些事情 的程式 請你把它複製到 特別注意喔 就是剛剛有沒有下載這些事 那下載這些動作呢 請你在 表單的 Active的事件裡面去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直接這邊點兩下 把它貼到這裡 OK 那當然 當它Active的時候呢 第一個請特別注意喔 這些是下載的動作 可是除了下載之外 還要一邊下載 一邊去變更什麼 變更它的那個 這個這個 上面的長寬度 那怎麼變更喔 特別注意喔 就是 其實把那個剛剛的程式貼上 第一個呢 請你先把PB有沒有 它剛開始的寬度 點Wis Vis 它的Vis等於多少 等於0 先把它歸0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歸0的話 它預設是 整個變紅色的嘛 那我剛開始0的話 是完全沒有 OK 第二個時候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在NAS的上面 Enter一下 打一個什麼 當沒跑一次 我就更新一次多少 400 有沒有 整個寬400 總共呢你要跑幾次 48次 所以把400除以48次 有沒有沒跑一次就更新一下 所以呢 PB的寬度有沒有 點Wis 等於什麼呢 I的值 第1次的話呢 乘上多少 400 除以 48 OK 那你要不要刮鬍都沒關係啦 其實一般習慣我是怎樣 把這個先除 除的意思是說呢 400 分成48等份 反正呢你每跑一次 1的話就更新一個 2的話再更新一個 有沒有一直到48 48不就全部跑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那 Enter一下呢 請你再打一個home 點 Repend Repend是 幫我重新畫一下畫面 如果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他不會畫喔 他會變成說最後跑完 再全部一次畫 那就沒有那個效果 所以一定要Repend Repend意思說 更新一次 就重畫一下 更新一次重畫一下 OK 那最後呢 當然你這個地方已經OK之後的話 記得 最下面再補一行 叫home 點 hi 為什麼要點hi 因為你跑完了嗎 他停在那幹嘛 沒有用嗎 就退掉了 所以 秀完有沒有 跑完 更新更新更新 然後更新那個畫面 最後的話呢 他就自己 關掉了 所以呢 大概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 1先把畫面做完 2的話呢 打開他的 User FORM的 ADIVATE 裡面呢 把剛剛的程式貼上 那我增加了幾行 1 2 3 4行 OK 那理論現在應該OK啦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那 再用home.show 寫一個按鈕 把他啟動一下 不過呢 最好是怎麼樣 先刪掉這個 舊的工作表 可是如果說你擔心 你忘了 刪除舊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 第一行 可以打一個什麼 先call那個 刪除什麼 這個 可以預備一下 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打一個call 刪除 先 加個保險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刪掉 再下載 就會出錯了 OK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在 這邊加一個 按鈕 按鈕背後其實就一行 這一行的話就是 home.show home 點show OK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他就一邊 增加 一邊 就更新了 有沒有 他一樣先刪除 但是呢你會發現後面一直在閃動啦 我剛剛是有多加一行 Application 點什麼呢 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因為 沒有時間了所以我講的比較快一點點 細節部分的話 我到時候再把那個畫面的更新在這個 這個上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把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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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 感谢观看